台股今天差5點 創歷史新高收盤價 恭喜會員 恭喜粉絲 一路以來的堅持 帶給大家滿滿的獲利 來 好 上個禮拜我投資朋友 江老師說 上修鋼鐵股的財測有三成 好 投資朋友你看喔 上禮拜是黑K 我在我的節目 用專業愛心教大家 這MACD的雙指標 他即將要噴出 好 今天呢 全數漲停 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堅持主身段 財富倍增 堅持主身財富倍增 一路驗證主身段 是你的康莊大道 好 我今天節目要講一個重點喔 未來三天理論上 會有一個黑K 而那個黑K是過創歷史高之前 最後的買點 請鎖定今天精彩節目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成績的節目 恭喜我的會員 恭喜我的粉絲 今天爆賺爆賺再爆賺 好 待會要跟各位講 我禮拜六的免費戰報 其實已經把台北股市的 我之前喊的先攻萬七 再到萬八對不對 已經調高到萬九了 我說過我跟我發戰報 跟所有的會員粉絲分享 我認為一萬九 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那至於過萬八之後 外資會含兩萬 那個兩萬是否會來 我們耐心等萬九達標之後 我們再跟各位報告下一步 所以說我這朋友繼續賺 努力賺 霸氣賺 來 你看這個鋼鐵 太精彩了 太精彩對不對 我說姜老師是記者產業 這個產業記者出身 我說過 我不只對電子很熟悉啊 連鋼鐵也不賴對不對 你看到鋼鐵喔 上禮拜五我們調高的 他的財測三成 就是三成 來 這個太經典了 沒有人願意教你的東西 姜老師在我的節目 跟所有的粉絲分享 跟各位證明對不對 你努力學對不對 真的 我講真心話 你只要你肯努力學 你的未來股市人生 會非常的幸福 而且美滿 好 你看喔 上禮拜五鋼鐵是黑K棒 姜老師說他會噴啊 好 你看喔 上禮拜五鋼鐵是黑K棒 鋼鐵上禮拜五是黑K啊 我們說他會噴呢 是不是全部講在前面 好 那講在前面 請會員領先布局的結果呢 我們講的利得兩支停板 金鴻是第四檔 賺一倍的股票 之前是這個第一桶普城 還有這個鄭德 那個金鴻今天創新高 然後賺了110% 光學股包含了雅光 包含了陽明光 包含了紀國光 黨黨爆噴不是嗎 好 我們戰報各位講 記憶體記憶體記憶體有沒有 啊 記這個金鴻科狂噴之後呢 威剛十全 今天威剛也漲停啊 那最厲害的是 我們所見的三檔鋼鐵股對不對 允強 中鴻 星光鋼 黨黨所漲停 這就是你要的股市人生 難道不是嗎 所以投資朋友來 堅持主聲 聽我的啊 不要減零錢 不要賺小錢 不要做當衝 堅持主聲財富倍增 今年我的會員有四檔股票 獲利超過一倍了 一路驗證哦 這是你的康莊大盜 他說來 先不勝正有沒有 外資的假報告敵不過趨勢 有沒有 外資發假報告敵不過趨勢 而我跟會員都是尊重 順這個趨勢的大贏家有沒有 我們昨天 前天戰報 先攻萬七 再攻萬八 已經快要打標了 跟上的已經爆賺了 還沒跟上的我給你信心 對不對 你錯過過去 過去或許因為疫情的影響 你心中有疑慮 所以造成你的錯過這個行情 但是我認為未來登上萬九 我是還蠻確定的 因為Q3的電子產業的景氣 有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旺的Q3 五支二波整理結束 就是五支三啊 毫無懸念 未來五支三爆噴後 會有五支四 五支四整理以後 又會五支五投 所以投資朋友萬九 我認為是蠻確定的事情 我不是今天才講五支二波 之後要有五支三是不是 好 所以這麼優質的節目 這麼盡心盡力幫全國散戶 全國粉絲賺大錢的節目 請各位幫我訂閱 按讚個分享 那如果你還不是我的粉絲 趕緊什麼QR Code Light app生活圈 可以跟我一對一的對話 有股票問題可以問我 那盤中盤後的訊息 很多的表格啦 看好的產業啦 我們的這個趨勢的分析啊 產業的分享啦 都會放在我們的這個Telegram 你可以搜尋小老鼠Win58899 成為的粉絲喔 投資朋友對不對 一路以來跟各位講 產業的熟悉度 跟預告技術的能力 就是我們團隊 最近的流氏投資朋友 我的會員兩個月前參加 到今天有人賺十倍會費的 兩個月前參加的會員 已經有人賺十倍會費 瘋狂續約了 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過去講的15159大買點 卑鄙理論還記得嗎 頭肩底是不是 月基金金差 1731避過 完全都驗證了 很快的會過17709 很快的會突破18000 那你等到18000才來也OK 其實也沒問題 因為19000也會來啊 懂我意思嗎 只是說你真的很可惜嗎 你少賺的很多很多 懂我意思嗎 越早把握 來重頭戲 本週的下半週 我會請最近參加的新會員 這個單股會員啊 這個清代會員 會去加碼 雪球1號跟2號 所以我們全國會員 你要升級的 你要續約的 我帶你做雪球1號2號的 也可以把握機會了 我本週下半週會加碼 雪球1號跟2號 因為整理要結束了 好 除了這個雪球股之外呢 你看哦 賺翻了對不對 利德金鴻光學股3檔 記憶體的威鋼十全金豪克 賺翻對不對 好 允強中鴻星光鋼 擋擋爆噴 這就是實力 好不好 這就是實力 就是讓會員瘋狂大賺的實力 懂我意思嗎 通通講在前面 有沒有 第一手的產業訊息 唯一預告能力的技術 將會幫你打造 你人生下半場的 主身段康莊大盜 所以請各位把握了 來 這是過去說的 好不好 你看哦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是不是你一定會相信我 可是啊 過去都過去的啊 所以過去沒有必要去回憶 未來不需要擔憂 你把握當下 你不要等明天 我常常說你不要等明天 明天很遙遠 就是今天好好把握 每次我跟你講 我跟你鼓勵的時候呢 你相信我 未來都是爆賺的是不是 你看 當初15165財富重溫配 15159最低點 我說這可愛貓寶蟲 好可愛啊 趕快買 是不是 怎麼下去怎麼上來 有沒有 這個最經典的 哎 政府打暗號說 校正回歸17709 全台灣只有江江這樣子解讀 政府給你的訊號 就是敏感度嘛 就是準確度嘛 是不是好你看哦 去年的行情今年會完整的複製 目前已經幾乎百分之百要達標了 是不是 所以請各位把握 對不對 低銅 普城 金鴻 正德 已經有四檔股票 堅持主升 財富倍增 賺超過一倍了 那請問你還在等什麼 懂我意思嗎 你看新的股票 你不用擔心 我們舊的持股 我基本上不太會請會員 新會員去做抬轎 除非是雪球股 懂我意思 雪球股你第一檔 第一次低點沒有買的 因為是雪球 今年第三季第四季 會有強大的爆發力 所以我們本週下半週會買 那其他的呢 我們會有新的股票推出 所以是兵分兩路 雪球股的晉級 全新主升標股的推出 你都可以雙重的來做把握 請各位把握囉 好我們跟各位交代一下這個盤勢 點股曾經很重要的 把時間資金集中 然後呢拼爆力 就是這樣子而已 看對做對一定要爆賺 看對了做對一定要爆賺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OK齁來對不對來 就是今年年初14902 預告1699會來 是不是好 這個是15159有沒有 超跌的時候 交換籌碼的絕大實際 一身有幾次跳樓大拍賣 你第一點錯過 我幫你掌握了頭肩底的右肩 是不是我們講什麼 好這是我上禮拜 跟各位畫的有沒有 你看有多精彩有多恐怖啊 我說會下來再上去 然後一個小回撤就攻擊了 是不是好 這是上禮拜畫的好來哦 來看今天盤勢的發展 頭肩來 是不是真的如出一側啊 一模一樣啊 所以這就是 你可以學習的東西啦 OK齁 跟各位畫一下這個線 好 OK好說 這個前高是會有個壓力的 OK我們把它換成直線 不然會歪歪 OK好了 好前高是會有壓力的 有沒有好低檔是會有支撐 我上禮拜是不是這樣子畫 是不是畫這個他會下來 然後畫下來之後會上去 對不對好 那理論上未來三天呢 會有跟小黑K 會有跟小黑K 稍微回撤之後 就要噴17709了 好為什麼 因為你注意看哦 是不是未來三天是扣高的 所以理論上扣高是有回撤的 但是周線月線均線支撐很強大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回撤 聽我的聽我的 如果他有回撤 他是只有買點 萬一他太強 我說過日線周線月線嘛 周月的急速比日線大 如果他太強 周月把日線撐住之後 他會強咖空 萬一出現強咖空 我也會在盤中幫全國會員 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對不對 再來 你自己又來回顧 這是什麼 我把它放大好了 放大給各位看得更清楚 因為我不是今天才講 這是第幾次金差 你還記得嗎 這是第幾次的金差 這是8523以來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金差 有沒有第一次的金差 OK 漲了數千點 第二次的金差漲數千點 那第三次那不就是爆噴嗎 是不是 所以你必須有對未來 很專業的研判方法 好 然後你有很強大的技術 對產業很瞭解 你的內心就會比任何市場參與者 都來的無比強大 你的內心是強大的 沒有任何的假利空假報告 外資報告可以撼動你 賺大錢的決心就是贏家 就是贏家的氣質跟風範 OK 所以我認為這個行情 照是很大的 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昨天戰報 你講得很清楚 我甚至你有留大明啊 留電話啊 我都把什麼 把未來的第五波暴力圖 免費送給你 是不是 我做到這種程度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很多散戶不敢大賺 很可惜啊 我要鼓勵你 我要這個激勵你 拿出霸氣來 好好的把握這一波 資金行情的第五大波 對不對 第五大波 目前只是五之二結束 準備進入五之三 未來五之三會很長很遠 五之三結束之後呢 會有五之四 五之四之後會有五之五 那如果更邪惡一點 五之五波還有延伸波 那就不得了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把握機會 真正的Q3旺季的話 電子旺季還沒來呢 六月只是暖身啊 今天是不是禮拜一 禮拜四是七月一號哦 七月一號到七月十號 會公佈六月份的營收 你會看到 會創歷史新高的 會比六月份還要 還要比五月份多很多 六月份電子股營收創歷史新高的 會比五月份多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是電子財季的出身啊 我的訊息就是領先市場了 是不是你看上禮拜五 鋼鐵股就是最大的證明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好來 我們到節目的下半場 學習哦 7月一號前 所有參加標股會員 基礎班都是免費 好鄭重的宣告哦 7月1號以後 你要參加 特別會員等級 以上才有免費基礎班 請歸把握最後三天的機會 來 主身段標股 這是我節目的招牌 這是我的slogan對不對 只做主身段 不是主身段我不想碰 我也不會去碰 為什麼 浪費時間 懂嗎 來 第一頭你看到了 賺280% 主身段的樣貌 主身段的模型 我一直這樣 一檔成功後 它是個模型 既然是個模型 你可以復刻 你可以拷貝是不是 好 要賺就賺主身段 你看哦 一個月前 假設你一個月前 你相信我了 你聽我的 跟我們一起大聲喊 從你的內心深處喊出來 要賺就賺主身段 投資朋友 這會改變的 這會改變你的觀念 這會改變你過去的 不好的習慣 懂我意思嗎 只有主身段 能夠幫助你致富 幫助你改善家庭的生活 不是嗎 好投資朋友來哦 雪球股來 好噴出噴出 它最近在怎麼 因為扣高轉折 正在做強勢的整理 好我換紅色 他在做強勢的整理 已經三週了 三週 本週下半週是三週的結束 結束之後 我們會再買一次 然後享受未來的噴出 所以雪球一號二號 本週下半場 要做加碼 來 這是雪球一號 這是雪球二號 EPS暴衝8倍 我們100張已經賺9萬20萬 一樣他在整理 整理三週 本週下半週是三週的尾聲 兩週後會轉折 三年多會全部都扣低 所以本週下半週 跟下週的上半週是買點 我都早就幫會員做好規劃了 你就耐心等我通知 所以請各位把握頭髮再一次哦 這是對你很多賞或議員 這是一個展現的開始 這是一個全新幸福美滿的開始 我沒有騙你 我拿我會員真實的獲利 跟各位鼓勵跟各位分享 鋪陳啊 115% 是不是 長榮賺兩成 天玉賺74% 要賺就賺主 生賺頭髮 你看哦 這是敦泰 有沒有 敦泰是不是很明確 左邊是扣低值 右邊扣低值 未來肯定爆噴嘛 176賺到哪裡 賺到253 整理後還會再漲 為什麼 第三季就是旺季啊 就這麼簡單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堅持 如果你不了解 你不過專業 你無法堅持 可是你當產業夠了解 技術分析夠強大 你會堅持 堅持就可以用時間 去滾出更強大的獲利 難道不是嗎 驚鴻好不好 今天驚鴻頭 我的朋友 噴翻了 56塊7 未來會創歷史新高 今天是118 五字頭賺到118塊錢 誰的會員 江江的會員 賺110% 你從頭到尾都看到 是不是 主身段的力量 這個正德 我們選擇9N停擺 102%出清 出清做換股 賺更多 就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把握頭 來再一次 要賺就賺主身段 這是我相信我透過節目 給你傳達很大的正能量 請各位把握頭 你看喔 九陽 六成噴翻啊 同志有沒有 136塊錢 震盪後再噴 來 這是金浩科 你需要今天才去講嗎 5月24號金浩科108塊 5月24號金浩科108塊 我們買的 今天多少錢 158 是噴出 整理你耐得住嗎 一般賞戶有沒有 看到整理有沒有 就瘋掉了 有沒有 就受不了了就罵人了 好不好 你要把這個改掉 股票市場 他就是這種性 就是這種特性 你要了解他 了解他之後 你就會喜歡這種模式 什麼樣的模式 主身段爆賺的模式 懂齁 這是我相信 可以改變很多賞戶的 股市人生 來有沒有 這是誰是利德 有沒有 政德第二 是不是利德 好了你看喔 利德上週五買啊 買完噴漲停 今天再漲停 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人家 是不是事先邀請 政德後就是利德 有沒有 你看兩天就16%了 是不是 這是亞光 兩天10% 好 金國光 收盤價比我印的還要高 是不是 這都是起漲K 好不好 主身段有個特色喔 就是說 你要把未來的 有主身段的波段性 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 你要怎麼買 不是隨便亂買啊 好 起漲K 還記得嗎 只做主身 然後呢 專攻起漲 有沒有 專攻那個起漲K 就很重要 對不對 你看喔 這是起漲K 你買起漲K 你會獲利 你買起漲K 你真的會獲利 你看今天的6209 我們看喔 今天不只是6209了 其實都很兇 投資朋友有沒有 起漲K啊 上個禮拜啊 上禮拜五買之後 今天是創高 3504也是啊 這個是3019 都是啊 懂意思喔 所以請各位 一定要把握機會 來的話 這是全新的 全新的族群啊 就是說 憑概股 下半年衍生出來的 大的商機 我們再晚一點 會在我們的Telegram 會在我們的臉書 跟各位做詳細的 基本面的分享 投資朋友 這個最精彩了 鋼鐵 上禮拜五鋼鐵是黑K 他是黑K 一般人黑K 完全不具吸引力 是不是 可是我說 我哪證據給各位看 上修鋼鐵股下半年的財測 至少30% 我們先抓三成的獲利 好囉 上禮拜五買允牆 那今天噴漲停 你知道這樣嗎 上禮拜五已經先噴了 連續兩根停板 17%啦 你看 你上週四參加 上禮拜五特別會員 買允牆 兩天17% 是不是 好 新光鋼 鋼鐵股上禮拜五是黑K 今天噴漲停 是噴出 好 中鋼上禮拜五黑K 今天漲6%嗎 不對 這是我盤中做的圖 那2014的中鋼收盤 也是漲停啊 是不是一個 哦 你看哦 你看哦 這有多漂亮啊 這個中繼的相形整理 那今天是不是突破 今天是一個很明確的突破 OK 我再畫一次 好 今天是一個很明確的 相形整理突破 OK 大概就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啦 OK我看看能不能調整出來 有沒有一個相形的整理有沒有 一個相形整理 那今天是明顯突破 那突破後就有一段可以 這個有機會挑戰前高了 那等挑戰前高之後 我們就會分批獲利出場了 懂意思嗎 所以說說那個買賣點的拿捏 就是你獲利的關鍵了 就是你跟上我們訊息 最重要的關鍵有沒有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這個中紅噴出對不對 好 那金豪科不是已經噴出了嗎 會員賺7X7的哦 5月24號108塊買的金豪科 今天158囉 是賺翻了 好 那族群有擴大效果 你知道嗎 整個威剛他們的庫存 高達一個股本 因為股本不可能全部都賣出嘛 他們會保留安全的庫存 所以賣再半年賣個五六成 那不得了EPS直接多半個股本啊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它的利基 而且很多產業投資 你注意聽哦 上半年很多漲價 漲價是什麼 屬於成本推升 對不對 可是就如同我所說的 我預告的 我看到的園區的產業景氣 如果第三季的園區產業景氣 如同我講的一樣 它因為太旺了 有史以來最旺 它由之前上半年的漲價的 成本推升 變成一個需求拉動 那就不得了了哦 那會嚇死人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我認為過17709之前 過17709之後 它都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過歷史到17709之後 它甚至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全新波段的開始 所以你看看哦 那些預設立場 畫地自現 不敢賺的 會白白錯時 今年 可以賺很多財富的機會 懂意思哦 你看這個威剛 族群擴大效果 我們這邊有賺過 賺過兩三成 好 這是威剛上週三買進 那今天是噴漲停 是不是 絕對都買起漲K 是賺翻 十全這邊也賺過哦對不對 這邊上週三買進62.8 好今天七字頭啦 六字頭又變七字頭啦 創歷史新高收盤價了 是不是 這些都是你的獲利 這些都是你相信江老師 主身段給你的回饋 是不是 賺翻了一波一波來 聽好了我認為過17709之後 才是真正五字三 最好賺的那一段 所以你無論如何 必須趕緊把握 可以透過LINE AT 跟江老師留言 或者是08006680 把我的這個電話 跟我們做聯絡 新會員一樣齁 持股診斷幫你做轉換 換最強的主身段標股 那全新的股票 未來三天我一定會推出 我們今天都沒有買 其實任何一組新會員都沒有買 為什麼 因為雙子股很強 那未來三天理論上會有一個黑K 記好了齁 那個黑K 是最後上車機會 再一次喔 未來三天理論上會有一個黑K 而那個黑K 是最後上車機會 所以我準備好了 全新主身段標股 邀請你上車 請各位把握齁 然後換一句了 不要等明天 明天太遙遠 今天就行動 馬上成為贏家 請各位把握齁 那我的節目很優質對不對 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齁 還沒成為我的粉絲的 趕緊加入喔 感謝各位的收看 祝您平安 順心 是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